这山太美了,太壮观了,太高了 这次我们带了专业的装备 上次没爬上去,这回带上了这个锚钉 这样的话就不太滑了 马上就要到了,胜利就在前方 我的天,好绿啊,像绿宝石 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 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 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 在历时近一年共42级的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之后 我们从大西洋边的哈利法克斯搬家到多伦多 之后又横川整个加拿大搬进了我们在卡尔加里新买的独立屋 自从搬进新家有了自己的大厨房 我们就很少出去用餐了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没有经得起外面美食的诱惑 这个是大盘鸡面,在车上吃饭的感觉好好呀 今天打包了这么多的川菜 接下来就把充满美食和美景的一集vlog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哇,看看外面的雪下的可真漂亮 太梦幻了 咱一俩坐一盆 等着一会儿爸爸带着两个宝贝去滑雪呢 你也滑耶 咱有一个盆,有一个这个 随便你滑那个 昨天爸爸把这气球全部都给挂在这楼梯上了 还挺好看的 哇,这外边这个雪真是太美了 你看我们隔壁邻居拿着这个鼓风机在这吹雪呢 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些邻居们好像特别喜欢蝉雪 这些加拿大的邻居 看对门的老爷爷在蝉雪呢 对呀,现在外边超级超级美 看我们卧室这窗户 往后院看 看我 嘿嘿,随大雪 妈妈 全家好不容易把所有的行头都穿上了 然后一出来雪停了 太阳出来了 看看这个爸爸几个小时前刚产完的雪 现在我们这setwalk上又全都是雪了 又得颤一遍 爸爸又要开始铲雪了 看完看爸爸铲雪呢 看 好歹,人来的雪怎么这么厚啊 是啊 这一小会儿又下了这么多的雪 过来小北极熊 刚才是暴风雪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这天气变化的可真快呀 看爸爸要铲到那么远 看爸爸要铲到那么远 小可爱们可以沿着这个铲好的sidewalk往前走 他们家一共就那么短了 哈哈 爸爸天天想着帮铲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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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铲�铲�铲��铲���� 太可爱了,爸爸前面用心买的那个拽着凯琳 然后我直接拽着凯琳,凯琳因为她坐不住嘛 就只能把她放挺在这儿,只能躺在这里了 一人一个像现象,超好玩 这样也能睡着我的天哪 凯琳小伙伴睡眠值得真是太好了 就开始下去了 哇,我们今天是公园里唯一一个来划雪桥的 下着雪都没人出来了 一枚睡着的小北极熊 爸爸带着凯琳上坡了 看小北极熊睡的 哈哈哈 这也太可爱了 凯琳是从这个 刚才从这个坡上这样滑下来的 一路这样滑下来 居然还睡得这么香 这睡眠质量无敌了 爸爸带着凯琳 坐着新买的滑雪板 滑下来了 哎呦我的天 哈哈哈 看开开开,满嘴都是雪 哈哈哈 吃了一嘴的雪 哈哈哈 快吗 挺快的看着 现在小宝贝已经抱起来了 怕他在雪地上睡觉太凉了 只能妈妈蹲在这儿 然后他这样躺在妈妈腿上睡觉了 哈哈哈,刚才吃了一口血 哈哈哈,太逗了 凯琳出事不力啊 第一次跟爸爸划那个 然后就吃了一大口血 然后就不去 哈哈哈 不想追 也能进去了 啊,那雪也进去了 哈哈哈 来了,爸爸来了 哈哈哈 爸爸的脸上也沾上了雪 哈哈哈 哈哈哈 感觉怎么样啊 速度看着还挺快的 哇 你坐爸爸身后好吗 就没有雪 爸爸在前 对,爸爸在前面挡着你 你在爸爸后边 怎么样 那那雪从这块进去 玩点小坡好吗 嗯 嗯,行 那么高兴 不行 天好蓝呐 临走路的姿势真可爱 给凯琳乐的 对,像雪球 爸爸要把马桶放到车上去 然后我们出去打包点吃的在车上吃 然后再去逛逛商场 好久没出去了 看我们后院这棵大松树 参天的大树 太牛了 这么大的一棵树 在我们的后院 在车库后边 爸爸每次看到自己装的车都可满足了 看我们邻居在吹雪 这机器太牛了 在我们的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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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爸爸进去把我们提前订的给拎出来 然后我们再换个地方吃 他这个Plaza没有停车位 这停车位只能停了15分钟 妹妹睡觉了 对,妹妹睡觉了 生意特别好了 是吗?大家生意很好啊 没有中国人一个都没有 全是外国人在吃了 生意特好 老外喜欢吃 老外也爱吃栏中拉面 这边有个Safeway的超市 来这个超市找个停车位 哈哈到后边吃饭了 小伙伴我来了 这太方便了 刚打包出来趁热乎赶紧吃 他们家这个面怎么会这么少呢 然后还特别贵 这一盒对一盒15加币 就这么一点点 味道还是可以 吃了一口还挺香 这个是大盘鸡面 这个量还可以啊 这个紫然羊肉炒面 这个味道还挺好吃的 他们家还可以 刚才觉得量小 但是味道还挺好 哈哈哈哈 哇在车上吃饭的感觉好好呀 嗯 这个真方便 就是从屋子里拎出来 就直接就开吃了 不用拎到家里 拎到家里都拖了 这一个桌子我们四个有点不太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给大家乐的呀 哈哈 我们这车要等开春了才能完工 现在天太冷了 尤其没法说啊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快吃完了 看你这表情也太可爱了吧 我们还在这儿讨论呢 就是卡尔加里这个房租 也没有多伦多那么贵 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中餐 价格这么高 比多伦多那边吃饭贵了好多 但是这边房子比多伦多便宜好多 哈哈 哈哈 小可爱在这儿看看外面的世界 哈哈哈哈 我们到这个CF Mall了 到这商场里面转一转 带两个宝贝进去买点衣服 啊还是商场里边暖和呀 外边好冷啊 这个商场好大呀 哈哈 小小人逛大商场 哈哈 这边是富康 有好多好吃的 他要吃这个 哈哈 哈哈 凯文小伙伴要吃肯德鸡了 爸爸在买肯德鸡 两个小家的儿子 对 对 两个小家的儿子 走了凯琳 走回家吃东西去了 爸爸已经打包好了 哈哈哈 凯琳赖在这儿不想走了 走喽 回家喽 凯琳走了走了 凯琳现在就是走几步 他就把手一甩 就站这儿不动的了 被吸引了 凯琳走了 妈妈走了凯琳 凯琳 呵呵 凯琳妈妈走了凯琳 哎被啥吸引了这是啊 一动不动的盯着看 哎呀你看啥呢这是 真入迷的 看啥呢凯琳 你看啥呢 看电梯呢 哈哈哈哈 走了凯琳 回家了 回家吃好吃的起来走 来这商场 本来想买衣服 没有好看的 没看到合适的 然后又是买了一堆吃的 直接连晚饭都打包回家了 不用做饭了 一到家就开吃 哈 可爱看自己了 哎呀这俩 哎太有爱了 把哥哥都给扑倒了 哈哈 太可爱了 啊抱抱 哎呀真可爱 好可爱 看看这俩 跟着爸爸上车了 走吧走吧跟着爸爸 看看现在这是油价 连卡尔加里都已经这个价了 嗯 两个小伙伴都戴上口罩了 I just can't do it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do it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do it without you Cause without you It won't do 刚才那家Squasha Bank 那个今天停止受理业务了 现在我们又换到另外一家 来这家 小小人又下车了 走跟爸爸 走 哇这银行的环境可真好呀 我们在这等候区 等着爸爸呢 看妹妹多可爱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香蕭 已经了 要进屋了 给脸进屋来进屋来 哎呀那天 就是不进屋 就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 我来 看看今天打包了这么多的川菜 这个是水煮鱼 水煮鱼它分了两盒 这量好大呀 两盒大包子 哇 这一份这么多呢 对 点了一个大份 这个是汤底 好烫啊 哇 再留点汤 好烫 这份水煮鱼的量可真够大的了 接下来爸爸要开封毛血旺 一共六个菜 毛血旺它也分了两盒 有点像啊 汤底都一样 这可以吃好几顿 这个毛血旺和水煮鱼的汤底 好像是同一个汤底 这个汤是一模一样的 哇 汤来了 哎呦我天哪 好满啊 这个没事 满满的一大碗 毛血旺 感觉毛血旺和这个水煮鱼它俩 就是里边食材换了一下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回所有的菜都打开了 这个是鱼香茄子 这个是鱼香肉丝 这个是酸甜虾球 这个是公保鸡丁 这个是水煮鱼 这是毛血旺 然后这边自己焖的这个米饭 焖了整整一大锅的米饭 在他们外边打包米饭可贵了 一碗就要两块 所以都自己在家焖饭 这家店是号称卡尔加里最好吃的川菜啊 品尝下来之后 爸爸感觉怎么样 只能是及格是吧 没有那个多伦多那个川菜好吃 确实卡尔加里的中餐还是弱了点 然后还特别贵啊 凯琳是不管 吃啥都可香了 太有财了 今天阳光明媚 我们啊真可爱 我们又要带着两个宝贝去爬山了 去锻炼锻炼身体 到山里吸吸氧 看看凯琳戴上哥哥的小帽子 真好看啊 好喜欢我们这房子的阳光啊 就坐在这楼梯间这 然后到处都是充满阳光的感觉 暖洋洋的 没事的 带上我们的滑板车 我们又来到这个 Grassey Lake 这停车场子 上次在这儿没有任何装备 走到一半就返回了 今天把剩下的再重新走一遍 好暖和呀 看地上这个冰都已经快要化了 今天周六 人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多 踩冰玩的 这山太美了 太壮观了 太高了 看这里有只小鸟 好可爱的小鸟 车友的入口就写着 注意这个野生动物 然后让待在这车友里 不要到处乱跑 这次我们带了专业的装备 上次没爬上去 这回带上了这个毛钉 这样的话就不怕滑了 防滑的 看这个就是往鞋上这样一套 我得把这棵树吧 我希望单腿站不住了 好方便 这次我们还带了防虫喷雾 看看有了这个爬山神器 在这个冰上走一点也不滑了 这回 又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山 距离上回来这又隔了好久了 这边遇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座椅 凯琳放下来休息会儿 这山也太高了吧 这山里的氧气是挺充足的 空气特别好 弟弟看这些已经吵架了 对 这造型 一红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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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